白货公司的年终庆又要开跑了 那么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 白货公司的袋子大包小包拎在手上 要小心不要跟自己的东西 特别浅色的东西呢 把它放在一起小心被染色 画面上看到就是SOGO的纸袋 有这位小姐呢 她就买了一个这个名牌包包啊 结果呢放在一起 没想到纸袋上面的那个花纹 印到了自己的包包上面去 而且洗都洗不掉 现在白货公司已经在清查 是不是这个纸袋的品质不好 而造成了这个问题 如果确实的话呢 会负起责任 两万多块的白色名牌限量包 竟然被染上大片紫色污渍 吴小姐气炸了 她说自己7月底的时候 就是这样把SOGO白货的纸袋 与自己的限量包背在一起 没想到自己的白包包 竟然出现了紫色斑点 吴小姐质疑当天没有下雨 纸袋也没有弄湿 如果仅仅是因为碰触就掉色 实在太夸张 找上店家理论 因为当初也是好像消费者 他有拿这个袋子过来 有做这样一个表示 那顾服他们当然就是说 在第一时间就先以服务消费者 为这个第一个目的 收到民众投诉 百货公司收下名牌包 交给专业皮革师傅清洗 但还是没有办法把包包恢复原状 应该承诺调查 并且会负起赔偿责任 我们会积极的了解这个整事情的一个始末 那如果是因为紫带造成的话 那我们这边也会 该负起该有的一个责任 市民百货公司收购年银额破亿 提代率高 让紫带需求也很大 除了消费者常常穿的浅色衣物来shopping 如果没有办法尽快确认紫带品质 恐怕会大大打击民众的消费猩猩 全新闻是获佳新小星美台北采访报道